好 台湾股市已经连续两三个礼拜都叫做闷闷的 今天跌了142点 更加的觉得闷闷的 不过今天晚上美股是有开盘的 毕竟昨天晚上美股没开盘嘛 台指期的夜盘成交量缩到一咪咪 今天应该会活络一点哦 不如来做个期待 还有期待什么呢 期待这个礼拜五有非农就业人数的公布 据说这一次的消息可能会好一点哦 好 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国泰正旗的蔡明翰 明翰经理 明翰经理今天又要沙盘推演了 推演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推演非农就业人数 会不会比预期更好哦 因为上一次是吓到大家 那这一次有没有一些惊喜呢 另外也要帮我们看一下 今天盘面上最热门的族群了 双机 哪双机 机器人跟工具机 大复活 所以盘面上有很多的题材股是在轮动的哦 那这样轮到他们有没有八月营收作支撑呢 等一下明翰经理告诉你该怎么挑哦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基金医生志愿哥 好 志愿哥有发现哦 台股的ETF规模 哎呀 默默又创高了 代表大家还是很想买嘛 只是不敢买个股跑去买ETF了 而且开户的人数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进来了 好 大家来买ETF要怎么选呢 如果是高习型的有没有机会习差双赚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其实很多的ETF在第四季是换股的旺季 这个换股很重要哦 有些有玄机的 等一下志愿哥告诉你 他换的股票一定要有动能 好 到底该怎么换呢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筹码专家全镇小哥 哥今天超妙的 他要先跟大家聊美债 他说美债现在是甜甜价哦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美债的殖利率有点往上跑 所以哥会教你到底用什么方式 买美债可以真的赚到价差还不止息哦 另外呢也帮我们做筹码的见证了 因为最近设备股的震荡比较大 但其实筹码有好有坏 有的大户已经进去了 等一下帮你点点名了 哪一些大户进驻的好股票 值得您关注哦 好 这边要来请教明翰经理了哦 这个低量好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蛮痛苦的 上次等辉达 没有等到好答案 现在等飞农 是 能不能等到大场面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你要不就往上嘛 要不就往下表态 我们也可以接受啊 是 不表态最痛苦 那今天其实有一个热门族群 就是机器人工具机相关的 算是比较整齐的 对 那刚才提到整个这个趋势重点 现在大家就是在等这个飞农就业的状况 刚才提到重点 我个人觉得就像真的就像飞达 当时财报公布前一样 市场就是不知道多空 那没有明确的方向 所以量能明显缩减 先给大家看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七月的数字 失业率是大幅串升到四点三 那新增的就业人口只有十一万 其实真的是蛮低的 现在市场预估礼拜五要公布的 应该是新增就业来到十六万 那失业率是四点二 给大家概念 应该要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新增的就业人口 应该会比上个月多一些些 也没有多到很多 但绝对不会剩下 不会维持一样 一定会比较多 这是大家要的数字 失业率来讲 应该这样讲 就是维持或小幅下滑 是市场预期 不能再看到网上楼 这个切记 如果再往上真的股市压力 会非常沉重 他会直接反映到对九月的 这个所谓的十九号当时要降息的状况 目前预期一码的几率大概七成 两码大概三成 要切记不要快速降息 要的是一码降息 希望这边的等于说 在礼拜五公布之后 一码的这个几率往上拉 拉到七成八成九成 那这边往下 代表股市来讲 就认为经济没有问题 那未来应该是预防 净下降息 慢慢的降息 股市来讲 自然就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机会 那刚才提到 现在有点闷 横向整理 我个人觉得这是利空吗 绝对不是 之前我们来节目 大家也提到 一直在问最大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量能为什么那么低 第二个就是到底会不会打第二只脚 对吧 那现在来讲 这一直横向整理 代表他就是以这个时间换取空间 代表就是第二只脚出现 几率会慢慢的降低 那让这段时间筹码沉淀 消化一下 简单来讲 无论是打第二只脚 或横向整理要的是什么 就是让没有信心的人 赶快退场 对 那你如果 当然比较很简单 如果他杀下去 很快的 大家就会怕就走了 你现在呢 这不杀 就会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让没有信心的慢慢的离开 所以自然横向整理的时间会拉长 但是我老实讲 在这个没有公布之前 哪怕今天这个开高走低回撤月线 甚至很多人专家说这个月线很重要 绝对不能跌破 我老实讲这个没有公布之前 就算跌破也跌不到哪里去 因为大家在等的是这个非农就业的结果出来 但是刚才提到指数震荡 全值股来讲表现还好 但是机器人表现就真的是非常强势 机器人工具机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我还是重申 就是简单来讲 机器人操作逻辑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强者很强 对 不要去管他基本面 我们不但跟大家讲 不要管他基本面 强的就是强 第二个就是要随时要能够准备走 如果你今天买了 你就是不能在盘中震荡 就赶快能够出脱的投资 我还建议你不要去买机器人的族群 所以你要随时准备出厂 最重要的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一次到底要不要出厂 怎样 最后有一条很重要的防线 就是月季线如果死亡交叉 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 我常常跟大家讲 借近元宇宙 简单来讲就是趋势确立 但是获利层面 目前没有看到 所以META当时是元宇宙 最代表的个股 你可以看到 起涨从三月一路涨到九月 没想到一个空蹄才可以涨半年 这是当时的借境 最重要的是月季线在这里 死亡交叉 从此之后就一蹶不振 就下去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所谓的月季线 如果只要月线往下弯 穿过季线 无论如何就一定要出场 你所有的机器人的个股 全部都应该要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目前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指标的 这个走势来讲 目前都还是维持多头 等于说月季线都还是维持很像 持续往上 所以我觉得形态都还是正向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疑虑 那刚刚回过头来 既然没有这个疑虑 就是强者很强 尽量选择 强势的个股下去做操作 今天很多都转强 罗森来讲 他是一个指标股 对 就是指标性的个股 那特色来讲 就是敢涨敢跌 所以这个投资人来讲 就是要有 要嘛就是能够很准确去抓到 这个进场时期 不然尽量选择拉回 你会看到他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月线 对月线 他只要跌破月线 或来到月线附近 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 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另外高峰来讲更为强劲 在今天来讲 几乎是近期收盘的最高价 虽然说最高点还没突破 但是我刚刚提到 这就是代表性的这个指标 他只要能够强势 就代表着带这个整个族群 都还是能够持续走高 所以重申 最后的防线就是月季线 如果死亡交叉 一定要推出两大方向 一个是自己买的个股 简单来讲 比如说你买罗森 他未来慢慢的转弱之后 他的月季线死亡交叉 哪怕整个族群还没挂 你可能就要先退场 如果指标性的个股 连续有两三档 都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哪怕你自己没有 还没死亡交叉 我建议也应该要做退场的动作 那除了刚刚提到相对强势的 大家在看刚刚提及的机器人 或相关的工具机之外 八月营收的部分来讲 也导致今天族群有很大的变化 这些是公布所谓的营收的个股 你会发现我们重点要抓在这里 就是他八月公布的营收 到底是几个月来的新高 应该照我来说先公布的 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才对 通常是两个 一个是惯性 有一些公司他就是 惯性早点公布 他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在月初很快公布 另外一块就是有自信的 那你会发现相对来讲 当然说这个营收表现好的个股 通常股价就会相对比较强势 当然一家的部分来讲 营收很亮眼 但股价表现不好 重点是在之前营收还没公布前 大家就有所预期 股价已经先拉了 会导致营收公布来 反而并没有太强势表现 但是其他的部分来讲 大部分营收表现好就都有涨 但是你可以看到经历科 他虽然说年增长三成 但是月减了一成 而且是近半年来的 这个六个月以来的新低 所以会导致股价 今天就直接开低 甚至灌到跌停 好 因为他本来也是一档股性 比较激烈的股票 比较活泼的个股 所以会导致这股价的波动性来讲 会相对比较大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比较重要的指标股台积电 那其实目前来讲股价是横向整理 他比较强的是比大盘先占上季线 没想到最近来讲反而是修正 又拉回到季线 甚至今天还跌不到这个月线下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从营收角度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尤其是今天这个他们 大家问到这个刘德英 到底股价的部分 现在拉回可不会买 他就提到说不用担心 好 还比一个赞 对 比一个赞 说不用担心 那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上个月七月的台积电营收 太过亮眼 是不是会导致八九五月稍有压力 这是目前市场预期的状况 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原本预估第三季的 他的营收是在七千四百亿左右 七月的营收就已经达到两千两百多亿 其实大家原本预估的值 应该是占三成 结果出来是两千五 而且占了接近三十五趴 应该这样讲 大概有概念七八九 他是越来越往上 但是他一个月就已经到了三十五趴 代表的就是他第三季 最后一定会爆表 就是会超过预期 但是大家又很担心 他们家常常说法 准确度是够的 他就给你一大包七八九月 就是应该是在七千四 就没想到七月就太好 大家就担心八九月不好 可是要提醒大家 这是七月的营收 你可以看到震荡整理之后 创历史新高 过往八月的营收一定都比七月高 其实没有太大疑虑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 在台积电的营收 照理说还是可以利多解读 而且甚至有机会 带动整个台湾 等于说加权指数 有机会在他的营收公布之后 再涨下一波 我觉得这是可以关注的 下个礼拜你来 八月营收就刚好全出路 刚刚好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只是说目前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跟大家提到 这个营收还没公布的时候 到底有哪些黑马股可以看一下 好早哦 今天就开始看黑马股了 就是之前的营收表现是好的 就是六七月表现都不错 那代表就是前几次就表现很好 那我们抓出来 这是七月营收 是创近几个月来的新高 你可以看到上方都是一百五十个 甚至两百多代表 两百多个月代表 就是这二十年来的 等于七月是近二十年来的 营收的高点 所以几乎很多的个股 都是创历史新高 那好处来讲 就是表现很好之外 而且这几档筛选的条件 除了七月营收表现好 重点是过往八月 近五年来 百分之百都是呈现上扬 所以七月好 过往八月又往上走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尤其股价的一个部分 还要避开 像刚刚一家一样 你就是要避开 那个在公布前 大家就猜到 导致股价先涨的个股 你可能要先行避开 所以第三个条件 就是希望他股价来讲 最近可能并没有太强势的表现 所以搜寻搜寻出来好处 可以看到大部分个股来讲 他本益比也都还在一个合理范围 最起码对比机器人 刚刚的族群来讲 这些真的都是有具有一定的基本面 所以像这样的个股来讲 在目前买进的一个部分来讲 也是算是有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档支撑 那这些个股来讲 包含电子或分散 当然非电 但今天来讲 大部分还是以电子族群为主 我们先看一下抓出来的个股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这是宏康的部分 其他设备族群 他是前端的测试场 对对对 那严格来讲 跟COAS的部分来讲 也有具有一定的关联 只是说最近来讲 COAS在大涨的时候 他有点寂寞 他好像感觉没有跟上 也是有涨 其实也是有接近前高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 他股价还算是相对落后一些些 所以我刚刚提到 相对是比较安全 重点就是要看到 这个就是所谓营收手势度 第一个条件就是 这个是今年的角度 所以就是刚刚说 你要看到 最近五六七月表现营收 是非常亮眼 持续走高 而且重点是每年的七月到八月 都是往上走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简单来讲 推估理论上 他的八月营收 应该会很有机会 再创利息新高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回过头来 如果股价最近已经飙了 那代表大家知道 那你容易出现一家 那个状况 反而是公布之后 反而拉回 但是如果他最近来讲 开始稍微有震荡走低 我觉得反而在他的营收 一公布的情况下 最起码我们不讲 会有多长远的这个上扬 最起码短线会有一个强劲反弹的机会 好 那另外窗户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也是可以留意 那这档刚刚提到 这个这个是所谓的 大家在讲的AI的相关的族群 因为他是滑轨的一个部分的供应商 那一样的问题 股价震荡 近期稍微震荡拉回 可以看到营收的表现 这是今年的表现 持续创历史新高 对比过往的记录 一样八月全部都是往上走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概念股 我觉得后续来讲 反而有机会在近期震荡拉回 尤其是目前刚好 来到月季线交界处 照理讲下挡有成 我建议投资人可以在这个月季线 附近震荡的时候逢低布局 因为投信的一个部分来讲 也是呈现偏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这里布局过后 如果营收出来 持续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 这股价应该都会有一波反弹的机会 其实这个图还蛮值得参考 大家把它历年的这个营收趋势抓一下 其实七八月蛮多电子是变得更好的 假设股价有回檔 其实给大家机会 应该讲我们帮大家塞出来 或者说你自己手上持有的个股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检视方式 可以了解说他八月开出来 应该会长怎么样 如果说是好的 那你应该要甚至在近期震荡 是不是要做点加 好 这边非常谢谢民航经理的解说 谢谢 谢谢